男子追求朋友的妹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小峰气冲冲地用脚踢开张强的家门 骂骂咧咧地让张强把人交出来 张强也不甘示弱 说自己过去看错人了 吴小峰就是个犯罪分子 要报警抓他 结果两个人是话不投机打了起来 要知道吴小峰和张强过去曾经是好朋友 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让他们从好友变得恶语相加 这还要从张强的妹妹张梅说起 2018年 吴小峰一位工作认识了同事张强 两个人年龄都快三十岁了 张强已经结婚 吴小峰还没有对象 由于两个人脾气性格相投 很快以兄弟相称 张强有个妹妹叫张梅 经常来公司探望哥哥 吴小峰由于和张强关系好 自然而然就认识了张梅 张梅美丽温柔 带着热气 吴小峰见张梅的第一面 就喜欢上了她 开始展开对张梅的追求 为了尽快和张梅确立恋爱关系 作为好兄弟 吴小峰想让张强帮忙 在张梅面前多替自己美言 但是吴小峰没有想到 张强就直接拒绝 张强明确表示 你俩不合适 不能谈恋爱 吴小峰的满腔热气 背叛冷水浇灭 于是就追问道 我是不是配不上你妹妹张梅 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 我愿意立即改正 但是张强不接他这个话题 告诉吴小峰 如果你还想和我做兄弟 就别当我妹妹的主意 然后他转身就走了 吴小峰在原地愣了半天 你张强不帮忙就算了 即使两个人不是好朋友 话也不能说得这么难听 张强的阻牢 反而激发了吴小峰的斗志 他就用事实证明给张强看 自己配得上张梅 张梅也会看上他 他们一定要在一起 从那之后 吴小峰火力全开地追求张梅 每天鲜花礼物 不出样 变着反而和张梅开心 慢慢的张梅对吴小峰的态度有了转变 而张梅哥哥张强的脸色 却越来越难看 吴小峰持之以恒地追求了三个月以后 张梅终于答应同他谈恋爱 吴小峰终于修成了正果 和心目中的女神恋爱了 张梅和吴小峰恋爱以后 他再到公司送饭时 总是两份 一份是给男友吴小峰 一份是给哥哥张强 吴小峰心里是乐开了花 自己找了一个理想配偶 今后的生活肯定是美满幸福 看到好朋友吴小峰和妹妹张梅 好得如胶似漆 张强的脸绷不住了 他郑重其事地警告吴小峰 你现在和张梅分手还来得及 否则你以后连后会药都没有地方吃 而沉浸在恋爱喜悦中的吴小峰 觉得张强这个哥哥有点变态 为什么好朋友和他妹妹谈恋爱 他要从中作梗 所以吴小峰根本不理睬张强的警告 见到张梅以后 把他哥说的话告诉了他 张梅以为在他怀中说 哥哥是关心我 你不用理他 吴小峰对张梅的感情是鱼日俱增 他快三十岁了 想早点结婚 免得在张强的阻断下夜长梦多 所以他就和张梅商量能不能订婚 张梅笑着说不要急 咱们才刚刚开始再相互了解一段时间 可吴小峰不同意 咱们经常见面 每天是微信电话不断 我觉得都已经很了解对方了 张梅沉溺的片刻说 你给我几天时间考虑一下 我还要回去跟父母商量一下 吴小峰一听心里是乐开了花 紧紧地抱住张梅 美好的生活是即将到来 然而张梅这一走 吴小峰再也联系不上他 吴小峰开始以为 张梅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毕竟结婚是件大事 可两个星期过去了 张梅犹如人间蒸发 神秘失踪 无奈之下 吴小峰只好硬着头皮 去找张强 吴小峰是抓日挠三 实在憋不住了 就舔着脸皮 问张强 你妹妹张梅现在在干什么 张强冷淡地说 我不知道 吴小峰看张强不告诉他 心头顿时产生了许多想法 是不是张强不同意他们谈恋爱 让他父母把张梅关了起来呢 限制了他的人生自由 一想到自己的爱人 被干涉婚姻自由 吴小峰就怒火中烧 他决定去报警 于是吴小峰赶到了所在地的派出所 将女朋友失踪的情况报告给警察 警察在核对他报案人的身份时 得知他就是吴小峰 马上对他说 我们正准备去找你 今天既然你已经来了 就如实交代你的犯罪事实吧 我们可以认定你为自首 吴小峰一听就懵了 自己交代什么犯罪事实 自己是来报女朋友失踪的 不是来自首的 民警问他 和张美是什么关系 吴小峰说 我们正在谈恋爱 警察严肃地对他说 你不要花言巧语 企图掩盖犯罪事实 今天你就如实交代 你是怎么和张美谈恋爱的 吴小峰前去派出所 报案女友失踪 反而被警察扣下来讯问 这中间到底出现了什么事呢 警方告诉吴小峰一个惊人的消息 因证据不足 警方最终放了吴小峰 吴小峰却认定是张强 从中作刚 吴小峰自首 但坚决不承认强奸张美 警方于是传唤张美 张美却说出了一个 令吴小峰难以置信的秘密 魅爱冲昏头 法律讲堂正在无处 民警严正地告诉吴小峰 我们接到被害人张美的报警 控告你吴小峰强奸了他 所以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 请如实配合警方调查 吴小峰是彻底懵了 自己和张美是男女朋友 怎么变成了强奸犯了呢 他马上大喊冤枉 说张美和自己是你情我怨 侵害完全是无稽之谈 肯定是警方搞错了 民警看到他情绪激动 怀疑他不如实供述 鉴于张美是控告在先 警方对他采取了刑事拘留措施 经过几次训问 吴小峰是坚决不承认自己 侵害了张美 民警检查了他的手机 调取了他和张美在一起的所有记录 有他们的合照 聊天记录 证实他和张美确实在谈恋爱 为了慎重起见 警方又传唤了张美 张美不去 说自己在外地打工 实在赶不过去 并且自己也没有新的消息 让公安局依法处理 鉴于案件事实存疑 张美又不配合 警方对吴小峰是采取了 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吴小峰从看守所放了出来 自己是满腔爱意 竟然被控告为犯罪分子 吴小峰无论如何都想不通 从看守所出来以后 吴小峰用电话 微信等 还是联系不上张美 公司派人告诉他 因为他涉嫌犯罪 公司已经和他解除劳动合同 吴小峰虽然没有被追究 刑事责任 但是他已经臭名远扬 熟悉的人看他的眼神都是异样的 吴小峰觉得这件事和张强有关 说不定就是张强逼着张美 通告他强奸 然后把张美隐藏起来不见他 他一定要逃个说法 把犯罪的帽子摘掉 所以吴小峰一气之下 就去了张强家 这也就是我们案件开头 讲的那一幕 民警赶到现场后 把吴小峰再次带回公安局 由于吴小峰没有什么犯罪行为 民警对吴小峰和张强进行了一番教育 就让他们回去了 可这件事却在吴小峰的心里 种下了一颗报复的种子 吴小峰二进心里是恨透了张强 他确信张强涉及无限自己 不让自己和张美相恋 张美肯定是被哥哥张强相逼无奈 才去公安局报假 由于感到对不起自己 所以他躲了起来 这么一想 吴小峰不恨张美了 而恨他哥哥张强 因为张强是始作勇者 但是他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妹妹张美 和自己谈恋爱 吴小峰始终是想不通这个道理 吴小峰最后的结论 那就是张强是个变态 不但拆散了自己的爱人 还砸掉了自己的饭碗 他必须要张强为此付出代价 为了报复张强 吴小峰在网上 买了一些材料 自制了一个土炮 趁无人之际放在张强房子的窗台上 将引线接上闻箱点燃 看到砰的一声 土炮爆炸了 吴小峰急忙逃离了现场 第二天 吴小峰又偷偷去张强家附近 听周围的邻居说张强被炸伤了 警察正在选找作案协议人 吴小峰也看到张强家周围拉起了警戒线 他开始后怕了 急忙跑回老家躲了起来 吴小峰逃回老家后啊 眼前是不断浮现出张强身上缠满绷带的样子 心里开始有些后悔 觉得自己伤害了张强 他妹妹张美可能不会爱自己了 他忐忑不安的样子被父母发现 于是父亲就问他 是不是在外面闯祸了 吴小峰一无一时地向父母 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父母听了心情很沉重 告诉他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劝他去公安局投案自首 吴小峰想 自己老这么躲着也不是办法 于是在父亲的陪同下 吴小峰去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 鉴于吴小峰在取报候审期间 再次涉嫌爆炸犯罪 警方就他强奸和爆炸两案 备案侦查 由于吴小峰拒不承认 侵害了张美 警方为了慎重起见 要求张美再次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 并且告诉他 这是被害人的法定义务 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脱 张美不得不再次来到了公安局 张美沉默了很久 终于对民警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他害了吴小峰和自己的哥哥张强 那么张美为什么这么说 他究竟做了什么坏事 他神秘失踪的背后 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原来啊 张美早已经结婚 没有小孩 丈夫对他也不错 张美的丈夫 由于工作原因啊 经常出差 张美在家做全职太太 没有丈夫的陪伴 张美整天是无所事事 他经常去看望外地哥哥张强 因此而认识了吴小峰 面对吴小峰的猛烈追求啊 张美和吴小峰玩起了暧昧游戏 哥哥张强得知好朋友吴小峰 在追求妹妹张美后啊 就警告张美 你有家庭 不要在外面放错误 张美辩解说啊 不是我要和吴小峰好 而是他对我穷追不舍 所以啊 张强就对吴小峰的态度是抖辩 强烈反对他追求张美 由于顾及自己和妹妹的名誉啊 张强没有告诉吴小峰 张美已经结婚 所以啊 面对张强的强烈反对 吴小峰开始感到不理解 后来呢 误以为张强是个变态 从而对张美啊 依然追求 而寂寞难耐的张美呢 从来没有遇到过 对自己这么好的男人 在吴小峰的热烈追求下 终于答应和吴小峰谈恋爱 实际上呢 是背着丈夫偷偷玩起了婚外气 平时 为了保全婚姻 为了保全婚姻 张美答应了丈夫的一个要求 警方因证据不足 这短信 不看不要紧 一看啊 丈夫是火冒三丈 老婆尽量趁自己不在家的时候 和别的男人偷情 丈夫拿着手机啊 冲进厨房 问张美和吴小峰是什么关系 张美看见老公手中的手机啊 就知道 她的婚外气暴露了 丈夫愤怒地向张美提出离婚 张美顿时慌了 情急之下 张美哭着表示 都是吴小峰主动勾引自己 由于一个人在家无聊寂寞 一念之差 做了错事 但是啊 他和吴小峰没有感情 在一起啊 也没有几次 希望能够获得丈夫的原谅 他保证 不再和吴小峰联系 一心一意回归家庭 张美的丈夫 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基础 当初两个人一起外出打拼啊 张美给他温暖 给他鼓励 让他在事业上是不断取得成就 全靠张美在家料理家务啊 他才能安心工作 他虽然一气之下 对张美是提出了离婚 可实际上是依然舍不得 现在看到妻子张美诚恳地认错 他想了想说 我需要几天时间冷静一下 然后再谈怎么办 说完 他就离家去酒店住了 张美的丈夫在宾馆 也反思自己啊 成天忙于工作 对张美确实关心少了 想到张美在家百般柔情 真离婚的话也确实不准 心想 只要张美真心悔过 自己应该原谅他 但是 丈夫又想 如果没有吴晓峰的勾引 张美不会背叛自己 所以 吴晓峰是夫妻矛盾的主要敌者 必须让张美以实际行动 和吴晓峰彻底划清界限 于是当张美来恳求丈夫 不要离婚的时候 张美的丈夫提出一个条件 只要张美报警说 吴晓峰强奸他 他可以对张美的婚外情 既往不咎 张美为了保全自己的婚姻 答应了丈夫的要求 可张美的哥哥张强 会同意他们的作法吗 为了让张美下定决心 控告情人吴晓峰 丈夫又叫来了大舅哥张强 指责他 明知张美是有夫之妇 还怂恿公司同事 插住他的家庭 张强本来就反对 妹妹和吴晓峰玩暧昧 现在看到妹夫 抓住了妹妹的把柄 自己再怎么辩解 也无助于事情的解决 就问妹夫打算怎么办 张美的丈夫说 这一切都是吴晓峰 强迫张美的 所以张美要去控告吴晓峰强奸 没有想到张强听了以后摇头说 这样不行 公安局一查就会查明真相 但是张美的丈夫 为了让张美与吴晓峰反目成仇 坚持要他去公安局报案 张强对他说 你们的事我管不了 你们自己解决吧 说吧 他就离开了妹妹张美家 虽然张强坚持原则 不同意诬陷吴晓峰 但是啊 如果没有吴晓峰 对妹妹的死缠烂打 妹妹也不会闹出家庭丑闻 所以啊 张强对此事到底如何解决 才却是放任的态度 而在丈夫的坚持下 张美啊 不得不去公安局 报吴晓峰 侵害他的假案 然后呢 张美就和丈夫去了外地 由此而引发了 我们前面讲的 吴晓峰到公安局报案 张美失踪 结果反被警方控制的事情经过 经过警方对张美的询问 吴晓峰涉嫌强奸罪不能成立 而张美和丈夫 涉嫌诬告陷害罪 被警方拘留 他们捏造吴晓峰强奸事实 诬告陷害他人 意图啊 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 情节严重 行为啊 已经构成诬告陷害罪 经过公安机关侦查 检查机关起诉 张美和丈夫因为诬告陷害罪 分别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八个月 缓刑一年 由于张美夫妻啊 诬陷吴晓峰的行为被揭穿 吴晓峰也摆脱了强奸罪 这顿帽子 但是啊 他制造土炮 报复张强的行为 被警方认定为爆炸罪 张强的伤情啊 被鉴定为轻伤 吴晓峰对此感到不能接受 他辩解说 做土炮 只是为了吓唬张强 如果张强被炸伤了 应当定为故意伤害罪 怎么会定为爆炸罪呢 因为爆炸罪啊 量刑起点 比故意伤害罪高 所以 吴晓峰做罪亲辩护 说自己的行为 属于故意伤害罪 那么 吴晓峰的辩解 是否能够成立呢 这就涉及到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法律点 故意伤害罪 与爆炸罪的区别 首先 我们来看看 什么是爆炸罪 爆炸罪是指 故意以爆炸方法 杀伤群众 破坏公司财物 对公共安全 造成危害的行为 属于啊 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行为人主观上 有实施爆炸的故意 客观上 有对公司财务啊 或者人生 实施爆炸 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爆炸罪的本质在于 爆炸行为啊 危害 或者足以危害 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健康 或者重大公司财产安全 所以啊 只要行为人 实施了爆炸行为 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 就构成爆炸罪 它并不要求 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 实际后果 吴晓峰辩解 他是故意伤害罪 虽然故意伤害的行为 也可能使用啊 爆炸的方法 但吴晓峰 是在居民楼引爆 具有危害 不特定多人的 生命 健康 和重大公司财产 安全的可能性 因此啊 吴晓峰的行为 完全符合 爆炸罪的构成要件 应当以爆炸罪论处 最终 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 检查机关的起诉 法院的开庭审理 认定啊 吴晓峰的爆炸罪 罪名成立 由于其投案自首 认罪态度好 严重后果 最终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吴晓峰因为一场 荒唐的恋爱 住进了监狱 虽然在爱情上 他没有过错 但是 张梅逃避之后啊 他怪罪于张强 近日采取爆炸的方法 泄愤 从而触犯了刑法 没有正确处理 纠纷的苦果 只能他一人咽下 在劳动改造期间 吴晓峰也学了 许多法律知识 表示啊 出狱后 要做一个 遵纪守法的公民 张梅夫妇被判的是缓刑 判决生效以后啊 政府为此失去了工作 他觉得 自己为张梅付出的代价太大 坚决要求和张梅离婚 张梅啊 也没有脸再要求 维持他们的婚姻 他们夫妻 就此办理了离婚手续 观众朋友 吴晓峰因为恋爱失败 就制造炸弹生人 张梅因为缺乏丈夫陪伴 就玩婚外戚 而张梅的丈夫 为了报复勤敌 而违法诬陷 张梅的哥哥张强 为了顾及情面 而遮遮掩掩 他们这些做法 都是不可取和错误的 人生啊 或许会遇到许多问题 我们应该理性对待 采取合理手段去处理 千万不能采取违法手段 使自己无知地走上 犯罪的道路 最终损人也不立即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要了解更多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 再见 年轻男子约网恋女友 线下见面 不想对方净视为中年女人 男子以报警相威胁 逼迫女人交出亲戚女儿的联系方式 男子爱而不得 不惜将女孩杀害 冒用他人身份进行网恋 事后也构成反罪 我替别人谈恋爱 法律讲堂 下期播出 的九条 之后 感觉我打情 耀宓 � 是 词 呚 永